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够呛了 结果呢 中午的时候 也不是中午啦 就是我拍完今日点击 拍完三集今日点击 偶然一看新闻 这个孙政才被双开 那就太火爆了 太快了 而且是践踏政治纪律 他不是涉嫌违反政治纪律 他叫践踏政治纪律 还有践踏什么 他的罪名超过了周永康 在这个时间点上完全不同 那概念完全不同 我看包括BBC啊 纽约时报很多媒体都没出来呢 但这个消息已经被证实 两个小时之前 那与此同时 在推特上跟Facebook上 大概有五个人是六个人 我说 涛哥 你经谈修炼的事儿 给我们点修炼东资料啊 给我们点 大家 你既然谈到这儿 经掉胃口 说我经掉胃口 那通常我问 有时候问 有时候因为我也不了解朋友们 那而看我的节目 这么多年下来 有些朋友问我说 说到底全球有多少人看你的节目 我说全球有多少人看我的节目 看过我节目 全世界二百五十六个国家和地区 大概 我印象中二百五十六个国家和地区 看我节目的大概二百三十八个 可能是啊 我现在已经大概七八个月没查过 YouTube上那个总结了 二百五十六个国家和地区是什么意思 连南极 北极 格陵兰岛都算上 有人的地方就算一个地区啊 就是这么多 这么多地区 五年前是六年前 原来国内有朋友来说 涛哥在国内 那时候可能2012年 大概2012年 涛哥估计在国内看你节目的人绝对不下两千万 那现在看我节目的人 我说不好 五六千万 七八千万 常看的 我以为肯定有 因为这么多年来 只是我个人的渠道在YouTube上 但是透过YouTube每次下载 散出去的太多了 应该是太多了 那在这么多人朋友看我节目的过程中 所以我很难确定 我在谈修炼时 朋友到底能够对我谈的修炼了解有多少 所以我有时候通常问我 因为我也不了解朋友 我说我谈修炼 你知道我谈的是什么修炼吗 你知道我师父是谁吗 朋友回答说 我知道说你师父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因为是李吧 姓李吧 李先生或者叫李大师吧 那基本就堆上号了 那我自己蛮感触的 因为围绕我个人节目的特点 我一直说跟别人不一样 昨天前天大前天 加上今日点击 我每天拍了七个 每天拍七个节目 这是不可能想象 但是过去两个星期 我几乎保持每天六个节目 肯定有 周末没算 有周末外出就没算 那这样的频度 这样的概念 每期节目还能谈的不一样 但大家要能看能听 而设计的内容不同 为什么 超过人 甚至换个角度来讲 超过语言 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在形容 加拿大多伦多 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 和一百四十多种语言 但是他在这个城市里面 他却能够和平相处 和平相处 没有冲突 也就是说 语言是他们各个民族 各自表达的工具 里面包攀了他的文化 他的习惯 他的生活 他的信仰 他的宗教 他的一切 可是他们没相冲突 说明在人的 即使在现实人的层面中 有超越于人的语言 超越于人的文化 宗教信仰 这些都超越 有的更高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 其实人超过不了时间 所以时间是个神 但是呢 我又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 其实超过时间的是人的善和恶 或善或恶都超过时间 因为你做的任何事情 当他归即为善的时候 你向往好的 你的归属是好的 当任何事情 你的真正的生命角度是恶的 你一定是坏的 善恶 超越了 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内心的东西 是有超越于这时间的生命的永恒 那什么东西可以超越时间 灵魂 对吧 灵魂 看得见手心 看不见手背 看得见手背 看不见手心 反过来说 要想认知自己的灵魂 一定否定自己肉身中的欲望 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两面 他们缺一面都不成 一定会被填充 缺了肉这面人死了 灵魂轮回转世去了 缺了灵魂那一面什么上去了 胡黄白柳上去了 如果讲到这份上 大家还听不懂 我觉得 我觉得再努力讲 应该很准 应该我以为很准确了 阿凡达这个电影很多人看过 国内放过 阿凡达在最后 遭到人类袭击的时候 他们围着自己的生命之术 在祈祷 对不对 唱着他们的生命之歌 今天的美国 是最强大的 最科技的 最现代的 在人的现实生活中的对比 可是 在美元上印着几个字 叫什么 in God we trusted 我有一次说错了 in God we trusted 美国人民 美国立国之本 美国的钱上印着 我们相信神 他带有祈祷 他带有祈祷的氛围在其中 祈祷被中共吃 中共党文化 无神论 迷信 无知 我不开玩笑 什么叫金融安全 把弄到美国的钱 全给我弄回来 你留下来 你留下一部分 算你占了便宜 那些人 那些钱都得给我弄回来 唯一的障碍是什么 共产党 共产党否定 in God we trusted 美国人相信 如果习近平王岐山放弃了这个概念 也谈到了一个生命理念的时候 这就没有任何冲突了 信吗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对不对 那 阿凡达 他的祈祷的概念 跟我们现在人现实生活中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无奈的时候也是祈祷 叫祈求了 利益中的人大多是祈求 真正信仰的人是祈祷 祈祷 双跪 跪在地上 对不对 有的是俯式 普式的什么样都有 但是一样 一定是人的肉身这边谦卑 倒下 软弱无力 那祈祷什么 用自己的灵魂 对着心目中被祈祷的神佛道 请他来帮助我 是不是这道理 好 好 我 拍着拍着刚才下起雨来了 说的那儿赶快就跑了 那我刚才说到说到概念就是说 人们祈祷的概念 在美国的线钞当中 实际它包含这个意思 而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看到当人们无奈的时候 当真正人们有信仰的人 其实没有信仰的人也这样 他嘴上说没有信仰 但并不能够扼杀他 人的灵魂之天性 当人们无奈的时候 大多是祈祷 求求求求求求 对不对 求求求的时候 大多人是用现在这一面的利益的角度 把祈祷也当成就像拿螺丝刀一样 是一种办法 不是的 你看一下那个 你看阿凡达里面 他那个祈祷的概念 他其实就是一个 完全弱化掉人的能力 完全弱化掉人的能力 而让他自己生命的 另外的真实的一面 来表达出来 在这点上很像一些 就我们介绍过 有些朋友说做梦 梦的怎么都是真的 有些人临死了之后 又救回来了 然后他说 他能看见医生干嘛 能看见干嘛 都谈到是人的灵魂 有些人们得病 病得很厉害的时候 就是人的肉身这一面 很弱的时候 人的另外一面就能显现出来 其实它是一个道理的 祈祷它为什么 我们说祈祷产生作用 派案经期 一出课派案经期 二课派案经期 井是横延 省是明延 井是通延 包括风神演义 其实都有这个成分在里头 当没有办法的时候 祈祷在相当程度上 很像做法事 很类似做法事 江子牙冰冻齐山 把费众跟游魂给杀了 他就是就是做了法事 江子牙让这个武吉 说你回去挖个坑 躺坑里头 然后让你妈放点草 抓点米放上的 就没事了 武吉回去他们做了 而武吉做的时候 另外一头呢 江子牙在做法事 对不对 诸葛亮借东风 草船借鉴大悟 他同样是做法事 借东风啊 主要是草船借鉴 他跟那谁在船里呢 而借东风他是做法事 有着非常类似东西在里面 而一个人当他很虔卑 很虔诚很谦卑的时候 他同样是以祈祷的方式 实际就是用自己的灵魂 用自己的原神 发出一种 发生一种我们叫生命的呼唤 一种生命的声音 不是人的欲望 它不是得益于人的现实环境中的方式 方法理论 这是他使用了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另外一面 那这是在我们眼睛里 这是在我眼睛里认为 这是真正真正的生命的概念 中国人外国人 这个欧洲人美国人 还是土著的土著的这个美国人 就是这些 就是土著人吧 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都有这个成分 而拒绝他 而拒绝的这一部分 就什么人拒绝他 现代科技的人 现代科学的人 读书读了一半的人 就我那天说 我说就是这个 就像这个 怎么说呢 诸葛亮舍战群儒 那些儒生 儒生过分于 过分迷信于 现实环境中自己读的书 从而失去了 自己对神的敬仰 在中国的文化中 有两个人被称为智慧 一个诸葛亮 一个江子牙 对不对 诸葛亮是个农民 江子牙是个钓鱼的 我们认识江子牙 总说他就是 江子牙钓鱼愿者上钩 里面保存的是利益 里面倡导的是利益 甚至被人们 现代人曲解为 某种欺骗在里头 某种欺骗的利益 为了达到利益 是把它变成一种 某种欺骗的手段 人家 人家都用钩 我不用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表现出我的不一样 局限在一种手段上 对吧 而他真正的含义 宁在直中曲 不在曲中求 我讲过多少遍了 直中曲 曲中求 写风神演义的这个人 他有那么高超的 那么高超的境界 短短就这么两个字 他就把生命的两面 完全揭示出来 人追求能力 人追求自己的 展现自己的能力 追求自己的利益 在展现自己的 不可一世的本事的时候 就是钩 曲中求 人生活在 自己的灵魂中 生活在自己的境界中 他懂得生命的来 懂得生命的去 他完全知道 他天 他的上面 他的下面 他的善和恶 生命的归属 就在直中去 是他的跑不了 不是他的丢不了 是他的东西被别人抢了 那个人能搭出十倍百倍 搭出十条性命去 去陪他这一份 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一个真正懂得 一个一个真正懂得 这种 这种怎么说呢 祈祷含义的生命 他就是境界中的生命 你根本动不了他 人们会讲说战胜他 人们会想说战胜他 对不对 今天人的环境中 利益的环境都是 谁战胜谁 谁打败谁 他的境界在他的灵魂中 他的境界在他的原神中 你连自己的原神 长什么样你都不知道 你连自己的灵魂 都承认不承认 都是个疑问 因为你是无神论 因为你是猴变的 你拿什么去战胜对方 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 对不对 人们要喝水 人们要吃饭 人们要呼吸 说我不吃饭 我减肥 我战胜他 这可以说 对不对 我不喝水 不喝水有点毛病 我不喝水 那我就可以不喝 是吧 我战胜他 就是说 有形的东西 无论它是液体也好 它是固体也好 在人的能力中 在人的思想中 在人的观念中 你可以谈战胜他 你战胜空气 猫着 刚才那雷打成那样 你又脸现在 又是这样 对不对 巴拉巴拉 树上掉一点 然后这蓝天白云出来了 我战胜他 你有病 对不对 在物质的环境中 在与我们身体同在的这种环境中 它是无形的 你是有形的 人被他整个包围在其中 包括我们呼吸本身 想过吗 包括我们身体本身 我们在他的完全的 我们完全渗透在这空气的其中 因为身体里也有空气 那你只有在你自己的境界 能够接受这样的生命的氛围的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他的力量 对吧 所以我讲这些 我只是想跟大家说 真正祈祷的力量 那是每一个人灵魂的力量 不承认自己灵魂 当成文化去学 人们会说 那是精神的力量 那是神的力量 那是佛的力量 其实当谈到人的精神力量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完蛋了 这个人已经完蛋了 因为精神被人们称为 是人的文化中的一部分 有多少人把精神称为 把精神或者思想称为 是一种生命呢 精神把他 人们在现实环境中说 是他的生活经历 他的生活履历 他的生活的背景 被教育的背景 他的坎坷的一生 给他带来了某种精神 他的奋争 他的颓废 他的傲丧 他的无可奈何 这都是一种精神 而把精神呢 往往称为正向 就是说向上 对吧 把思想呢 称为一种 一种绝对化的理论 指导性的 而思想也好 精神也好 他在人的文化层面上 他说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比较高 与人的灵魂的感悟相近 但是他服务于人的层面 所以在人的层面上 被人们称为高的 对吧 苏格拉底 对比柏拉图 他是柏拉图的师父 再对比亚里士多德 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师爷 这三代人 三个人 那成为了西方哲学当中的 什么鼻祖啊 什么这那 而这个 苏格拉底 却没看他自己留下任何东西 都是柏拉图用诗歌的方式 记述下来的 为什么 他更接近神 人不配听 他的弟子记述了 但他的境界 他弹出话的东西 远远高过亚里士多德 就这么回事 对吧 就这么回事 同样 等到了 等到了 在这个 在这个蚕食美国里面 等到了 叫什么 达尔文 马克思的时候 他完全反着走 对不对 完全反着走 而另外那个哲学家 直接讲出上帝一死 他在讲上帝一死的时候 就在强化着 自己的思想 被人们称为 现在称为哲学 那经典哲学也好 古典哲学也好 不知道 那人们说的 他把自己个人 就是 那本 那个电视片里面 最特别的就是说 共产主义理论 马克思理论 是直接 在神的位置上 为什么 因为他的灵魂依然存在 可是那个脑子里 那个魂 就是鬼了 磨了 那应对我的说法呢 生命是善和恶 善对等的慈悲 走向更加的光明 被人们称为神佛道 恶呢 走向鬼 走向磨 妖 对不对 这些生命都有的 所以否定神明的 必是魔鬼妖 就这么回事 那我说的意思 其实里面就是 跟大家阐述 我 跟大家分享 我能够理解的 生命理念当中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真正去祈祷 有人说我上香了 上香求佛的 求孩子的 带着小三小四 八姨六奶的 去庙里上香的 还上灵了的 还灵了的 那庙里供着呢 不是妖就是鬼 就是魔 因为你带的 你带着小六就去了 你就是个色鬼 那也是个色鬼 色鬼到庙里 能求灵了 那里头是管色鬼的 这还听不懂 这是生命的理念 所以我在我眼睛里 我认为 现在的时间 就是这种 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 今天我刚才下雨的功夫 我看看email 三个人 又三个朋友说 涛哥给点修炼的资料 听你说这些事了 那我们就如何如何 人之初性本善 是指人的灵魂 以人之初性本恶 是你贪婪欲望的肉体 所以说性本善的人 说性本恶的人 完全表现出 你对生命的理解 对自己生命的理解 那在今天的环境中 这是 就算是一个开场白了 因为今天的节目 是一个 跟我原来要讲的节目 有点差距 是因为孙政才 我刚才说了 孙政才突然被 被双开了 太快了 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孙政才被双开 和他的罪名 和他的罪名 因为这表现出 真正表现出 习近平 王岐山 要在十九大之前 十月十八号之前 有着更大的作为 那这种作为 反过来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很多朋友而言来讲 能够进化和回归 认知自己灵魂的真实 生命灵魂的真实 是太珍贵的时间了 时间是个神 永远不重复 过了这个村 就没了这个地儿 北京人说的 那在一个时间段里面 你对自我生命的尊严之认知 对他人生命的珍贵之认知 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 你能认识的话 就是你莫大的福分 是个莫大的福分 我自己是这么看的 因为媒体能报道 西方媒体能报道都很少 今天是星期五 9月29号 美国之音 他说前中共高官 受罕见严厉指控而被双开 这里指着是孙政才 所以作为美国之音来讲 他用的词就是非常罕见 非常罕见和严厉的 星期五 中共政府以罕见严厉的指控 开除孙政才的党籍和公职 并将其送交司法 一句话 那他真正被拿下7月14号 被公布是7月24号 7月25号 10天之后 现在是9月29号 9月29号什么日子 9月29号什么日子 9月28号 2014年9月28号 是雨伞运动 在金钟差一点开枪的日子 那9月 当年的9月29号是酒会 对不起 当年的9月29号是 国庆 所谓国庆的音乐会 音乐会是指 应该我不知道是在国内的 什么音乐堂是哪播放 但是音乐会是指 习近平当初应该只是 与限职中共高官 纪念建政的日子 结果在那个会场上 江泽民 我忘了江泽民还有谁 大概四个官 退下去的官 带着去参加这个会 我忘了有没有曾庆红 江泽民是出现了 记不起来 当然那四个官都是退下来的 忘了有没有罗干 应该没有罗干 应该没有罗干 有贾庆林应该是 那里面还包括李鹏 我当时节目中跟大家说了 李鹏是 李鹏是这个 怎么说的呢 吃挂闹的 但是呢 江泽民带着所有他的老臣 出现在9月29号那个音乐会上 是对习近平的直接挑战 原因 9月28号 那当时的张晓明 张德江 还有王光雅 梁振英 在9月28号晚上10点多的时候 向习近平要求在金钟开枪 当时已经放了83颗催泪弹 而在当时的现场 就香港的警察里面 他所有的部署打乱 警察戴有面具 所以警察之间不知道相互的隶属关系 大家拿着枪 打出了标牌 说大家离开 不离开可能会开枪 而当时的王 当时的习近平说 谁要开枪 谁愿意下命 谁惹起的事 谁处理 他不会下这命令 2014年的金铁 三年前 这就是雨伞运动当时最火爆了 而当时在金钟 大概有9万多人 我忘了是20万人是9万多人 而他们的年龄绝大多数 在30岁以下 所以这是当时雨伞运动最高潮的时候 那孙政才这里说了 我刚才说了 他的官位相当于薄熙来 他的官位跟薄熙来一样 而他的身份也跟薄熙来类似 薄熙来是当时18大的接班人 他本来他正式的接班是被习近平顶了 因为温家宝阻击他 而他取先救国来到重庆之后 准备在18大的时候 接替周永康政法委书记的身份 进入政治局常委 然后再杀了习近平 再以集体领导的方式把习近平废掉 如果纳输了习近平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他的身 他的权力状况就跟胡锦涛是一样的 作为薄熙来的能力 在一个集体领导的 在一个9个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的背景之下 在江泽民曾庆红的支持之下 足以让习近平死800回 习近平没他的能力 2018年2012年的习近平的能力 只能不上班 作死温家宝 作死薄熙来 这是当时的 所以我把薄熙来跟孙政才对比 那到了2012年的11月份 孙政才在十八大结束之后 孙政才接替张德江进入重庆 孙政才是被张德江举荐 走的这条线 但他实际的身份是完全受控于曾庆红 江泽民 那这么一个身份的人 到了今年7月初被习近平砍了 习近平砍他的时候没人知道 但我相信今天习近平突然把他双开 也没人知道 我提醒大家 双开他之前 王岐山建了栗战书 对不起 王岐山建了班农 王岐山建了这个 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 建了李显龙 我今天在昨天节目中我就说了 王岐山 李克强 习近平 他们在以国家领导人 就是十九大之后的国家领导人的概念 出现在官方场面 他们处理的事情不是党务官员 是国家官员 国家政府官员 那在我有一会儿有另外一期节目会跟大家分享 你会看到今天习近平走到现在已经把党和政府分开了 党和政府实际人选中已经分开了 我刚才铺垫了这么多要阐述什么意思 孙政才这样一个官位 这样一个角色 这样一个背景 却在毫无声响的背景之下 先被他抓下来 砍下来之后 大家猜他犯了什么问题 犯了什么问题 才在猜疑的过程中 前天我有期节目 我说看那报道中提到 黄兴国被判十二年 黄兴国死就意味着张高丽跟张德江下来 那孙政才死 按照道理说就意味着曾庆红跟江泽民死了 当时还在说 可是说孙政才还被悬挂了 前天大前天节目 今天就给了结果了 我觉得真爽快 双开他 孙政才这样的官 却没有任何审讯的价值 没有审讯的价值 没有他立功的价值 没有他坦白从快的价值 什么价值都没了 为什么 习近平拿孙政才开刀 拿孙政才祭旗 亮出了自己真实的面孔 前他都不是 拿孙政才祭旗 亮出了自己真实的面孔 也就是习近平把江泽民曾庆红砍死 已经我跟大家说了 已经在日程表上了 这就是标准 政治飓风来了 中国的大变革来了 砍孙政才砍在10月1号前 10月1号 中共建政68年 他不让这个 他在建政前给他干 拿他祭旗 中共建政68 看来确实有说法 所以我想突出的 孙政才对于习近平 没有任何价值 只是一个祭旗的价值 他所知道的内陆 他所知道的信息 他所知道的罪名 他所知道的一切 已经没有价值了 在中共党的系统中 那你说他会不会有司法的价值 可能有 双开送交司法 强调用孙政才 强调依法治国 一线治国 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在这期间 在过后的时间里 江泽民曾庆红下去 同时给他送交司法 你将看到用孙政才开始 把用江泽民曾庆红的脑袋 开启一法治国 一线治国 中纪委的身份更加弱化 强调法律的概念 用整个江家帮祭旗 这是习近平的大作手 这是我们说 真正回归到中华民国的概念 你可以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 我刚才再重复一遍 孙政才这么快被双开 然后送交司法 将把孙政才 作为依法治国的祭旗者 那孙政才在砍死 在这有关江泽民 曾庆红的这个罪恶的旗帜下 他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用价值 砍死孙政才 不是今天习近平想砍的 早在计划中 早在这种安排中 所以这是几个层面 54岁的孙政才 被视为中共最高权力的接班人之一 7月15号被突然免职 新华社报道 政治局星期四开会 28号 通过了中纪委 关于孙政才 违纪案的审查报告 决定给予孙政才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的处分 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线索 送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没错吧 而政治局开会的时间 9月28号 在雨伞运动 三周年的日子里 砍死孙政才 是习近平暗语 曾庆红死定了 江泽民死定了 这是回复三年前的雨伞运动 三年前 2014年的习近平 无可奈何 2017年的习近平 大刀阔斧 毫不吝啬 但不会杀人 到现在他没有以反复的名义杀人 但是孙政才送交司法 会不会被杀人 那就不知道了 杀了他 不知道了 看他的罪名 对吧 看他的罪名 他同样是以严重违纪的名义拿下 但是即刻送交司法 官方通报指责孙政才 毫无理想信念 这个话就是 只能叫党的语言了 搞特权 泄露秘密 这里我们还不知道 他指的泄露秘密是什么 泄露秘密应该是涉及到 不是重庆的事情 而是应该涉及到他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那泄露秘密呢 有另外的一个潜台词可以说 作为现任政治局委员 大家讨论的一些事情 被他泄露给其他人 被他泄露给其他人 这是有可能的 他的帮派体系中的人 不在政治局的范围之内传达的人 这都有可能 如果被现任政治局委员 能够被通知的 而并不代表说 他去通知那些 他把消息传递给那些 已经离退休的政治局委员 这是有分别的 对不对 我意思是说 如果孙仲才透过他的权力 泄密给曾庆红 江泽民这样的人 那可能依然算作泄密了 因为现在来讲 泄露秘密 他没有具体太多 搞全钱交涉 搞全色交易 这个放的比较钱 那我没有看到 他言他根本 搞全色交易 我们知道传的比较多的香港来的 他用了十个亿养女人 一路一带 是一带一路 我搞不清楚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推的 用了习近平的名义 拿了习近平的钱 养了自己的女人在香港 做了个驿站 对不对 那安马之劳 当然要叫什么 以待劳 这家伙 自己别人不疼 自己还不疼自己 全色交易 那这个东西 我跟你说 会让习近平恨得压根的 恨得压根的 那就变成了玩死习近平 嘲笑习近平 对吧 捉弄习近平 措辞之严厉实属罕见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被控严重违纪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而孙政才则是严重践踏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 那就是 这是另外一回 另外一回事了 践踏 我刚才说这个概念了 一路一带的钱 这是习近平的韬光伪劣 习近平的百年之大计 他用习近平的百年大计养了女人 用习近平拿的名义 拿了钱 然后养了女人 做一战 这只是这个意思了 但是这里说的严重践踏 跟叛党集团差不多 叛党叛国差不多 对吧 它是摧毁掉 摧毁掉 践踏掉 那践踏是什么 骑着马 对不对 用马蹄子 劈了啪啦 劈了啪啦 都给毁了 是这道理吧 所以 它是一种 里面包含着一种 绝对的敌对的问题 绝对敌对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 美国之音的短的报道中说 毫无疑问 孙政才面临着牢狱之灾 中共在十九大前 重手处置孙政才 是习近平进一步巩固权力的最新迹象 孙政才曾颇受前中共高层 贾庆林和贾庆林和曾庆红的赏识 被认为是江泽民的派系的权力的继承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法国媒体法广的报道 法广的报道 在他严重践踏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呢 法广报道没有这么敏感 他只是提到说 孙政才被指违反政治纪律 违反政治 泄露组织机密 那 没有提到更多的 新华社的报道 孙政才被控背离中共党的宗旨 丧失政治立场 践踏中共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泄露组织机密 泄露组织机密 所以这里提到说 背弃中共党的宗旨 丧失政治立场 丧失政治立场 这个概念讲起来就是 他与习近平作对 他与党的核心作对 这个丧失政治立场就是这样 那 其实这种 这种描绘就是 我以为就是 一个征兆就是 把真正 把习近平作为 党内的敌对人士 作为敌对人士 将作为叫反党集团 原来叫反党集团 就是说 这是党内你死我活的斗争 所以孙政才的身份 当被讲出来说 丧失政治立场 践踏中共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的时候 应该说 习近平要拿出 江泽民曾庆红的 反党集团的罪名 但是他的反党集团 罪名将以涉及到 国家安全 国家安危的角度 送交司法的可能性更大 就是说 还是我说那意思 可能 用孙政才开刀 树立依法治国 树立依法治国 直接否定 终止江泽民八九六四以来的 整个的过程 孙政才还被指控 利用权力影响 为他人矛取利益 这都无所谓 这都是个人的 本人或伙同 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财产 特定关系人 那这里就是替他 这特定关系人里面 有他的白手套 有他的情人 因为搞全色交易 有他的情人 有他的白手套 有他的亲属 可以这么说 有他的亲属 替他收钱 帮他看 看厂子 就这么回事 才会出这条 叫特定关系人 为亲属经营活动 毛取巨额利益 收受巨额礼品 那这就无所谓 这是一个 人家有买卖 他出头 对孙政才的指控 还有叫 庸 庸懒无为 搞全色交易 庸懒无为 这都算罪名 庸呢 那就是 没有能力 懒惰不作为 对吧 新发社还提到说 孙政才利用职权 为他人毛取利益 并收受财务的问题 涉嫌犯罪 所以在强调他的 依法治国的概念 强调他在违反国法的概念 违反国法的概念 29号 沈一兵通过了中纪委的 所以这里时间有个问题 在美国之音的报道中说是28号 在这里报道中说是29号 所以这是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就时间差异的问题 这是报道记者在没有考虑到时差所造成的 所以我以为可能应该是28号 因为有个时差的问题 那这个日子就是三年前雨伞运动开始的日子里 所以习近平在选择日子非常关键 他选择的日子目标性极强 孙政才7年7月14号被调离重庆市委的位置 即刻遭到中纪委的审查和谈话 24号被立案调查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故事 他这里提到 孙政才是63年9月份出生 山东人 88年加入中共的 农业大学毕业的 博士生 他是从北京出去的 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 北京市常委秘书长 机关工委书记 农业部长 党总书记 吉林省委书记 人大省人大委员主任 重庆市委书记 第17届的中央委员 18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在北京 当时做过贾清林的秘书 然后做过刘琪的副手 这些都是江泽民体系的 对吧 到农业部任农业部长 受惠于江泽民的妹妹 受惠于江泽民的妹妹 那到了吉林省任 省委书记和省常委主任之后 那省就是 重庆省委书记 是张德江拽上来的 所以孙政才是江泽民的接班人 被习近平在 9月28号的这一天 给砍死了 没让他过节 别让他过节 没有让他过节 习近平不让他过节 就不让所有的这些江家帮的人 就是曾庆红 江泽民他们 过好节 那什么时候把那些人拿出来 随时的 我刚才说的概念很清楚 7月14号 孙政才被砍 没人知道 7月9月28号 孙政才以践踏组织纪律 以践踏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的名义 被双开 也没人预料到 这就是习近平 王岐山 开启中国 今年啊 中国政治风暴 政治区域风的 真正的手法 所以 所以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讲了 我们的节目会 紧跟着整个局势的变化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周末愉快 周末呢 指不定发生什么事 就像刚才下雨 现在出台